三令无身 春秋时期 有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名叫孙武 他带着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和驴 吴王看过之后想看看这本兵法的效果 便问孙武是否能试验一下 孙武点头说可以 吴王命人找了180名宫中的女子到孙武面前 让孙武训练这样的一个队伍 孙武把这些女子分为两队 然后选了吴王宠爱的两个机器作为队长 孙武让每个人都拿着长脊 孙武对他们说 向前就看所对的方向 向后就看背所对的方向 向左是看我的左手方向 向右是看我右手的方向 众女兵都说 知道了 然后孙武三番五次向他们讲解 孙武说完后就让他们向右转 但是这些女子不仅不动 还笑了起来 孙武说 刚才交代的不清楚是将领的错 于是又把训练内容仔细地说了一遍 重新开始训练 命令他们向左 而这些女子又没有动 还是在笑 孙武说 交代的不清时是将领的错 但是交代清楚之后 却不按照命令去做 便是士兵的错了 说完 让人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 吴王本来正在看热闹 但突然看见自己的两个机器 被押出去斩首 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孙武会这样做 因为对两个机器有些暴舍 就急忙派人去向孙武求情 孙武认为 将军领兵在外时 对于君王的命令 有时是不用听从的 他坚实命人将两个机器杀了 孙武又选了两名女子做队长 重新训练 这次没有人敢不按照孙武的要求做了 都开始认真的训练起来 虽然当时吴王因为孙武杀了自己的两个宠姬生气 但最终还是重用了孙武 中华成语小课堂 三令无身 正读 三令 五 身 是意 屡次告诫 屡次发布议理 出处 汉司马迁 世纪 孙武 武起立传 用法举例 市政府早已三令五身 不准请客送礼 但有的人 仍然 我行 我素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